军地青年典型与东部战区陆军海防某旅官兵交流测计,前小湖,陈善发军民团结如一人, 试看天下水能滴,第一次走进东海千上,来自新疆河前的维吾尔族青年肉资,买买提巴克新潮澎湃,两天的参观,学习这里人,这里的故事,让我更坚信一个道理,只要军民一条心,就一定能筑起强大的边海防。 5月13日,由军委政治工作部、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军地青年典型奏机曾分享交流活动,来到正在东海之民主训的东部战区陆军海防某旅, 阿宁军地青年典型驻进军民联防魔法连,参加传承红色基因,正当联防传人主题教育,旅官兵一起观看联防影片,重温联防故事, 深切感悟军民联舰联防的优良传统,这支海防部队有着赫赫威名,曾参加抗日战争,解放战争以及边境作战, 50年大进驻海岛,与驻地民兵深入开展,联防连续联舰联新联文活动。 1965年9月28日,国防部授予该联爱军民联防魔法运荣誉称号,分享交流现场,一幕幕海岛军民们扛枪手岛, 为属海家的感人场景,让青年典型们深受感染,刚被评为全国枪上向晒好青年的最美人民警察, 哈尔渊世公安局南岸分局民警照尽深情地说, 海防五小时,小时连战事,50多年来,无论形势如何发展,任务如何变化,人员如何更起, 这里的官兵始终铭记着海防不强,贼口猖狂的警讯,始终保持着军民携手联防, 时刻准备打仗的姿态,平凡的岗位,不平凡的接手, 我们为这样的精神点赞,来到训练场,军地青年典型与官兵一起操套训练, 在火炮瞄净境前,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秦世郡, 向战士认真询问静体的构造和瞄准方法, 则之眼前便是有名的大伯工匠,火炮瞄准手刃们激动地说, 贤技师对质量尽益求精,对制造,以思不苟,对完美滋滋追求, 是我们事关学习的榜样,我们也要向他一门身在小岗位, 紧盯大使命,瞄准作战对手骨学, 深钻,气炎,把工匠精神融入新时代的原防精神中去, 谈经验,解困惑,化成长, 5月14日上午,在甘旅学习典型强信念,激励青春县海坊, 主题团日活动现场,一枚枚军工家, 讲将背后的动人故事,不时被一次次如潮的掌声和呐喊声打断, 军地青年典型始至强军,追梦圆梦的拼捕精神, 深深震撼着海坊战士的心灵,榜样就在身边,榜样给我力量, 他们的故事真实,感人,故意,我们能学,易学,好学, 终是刘燕洞情地说,作为新时代的海坊战士, 就要平时敢当标杆,战士拥荡拳头,随时能打胜仗, 不断创新军民联防时代内涵, 真正把祖国海将建成钢铁长城。